你说怪不怪啊 大轰炸那几年 一家人往一块挤 也算是热热闹闹 现在反过来了 胜利了 倒是冷清冷 大的大的不累 小的小的都上大街了 咱杨家是门前冷落 车马熄了 老董多长时间没来家了 李华也不喊他来家作作 这不好啊 能同患难就不能同 你这是替李华盼老董啊 得了吧 我看你啊 是自个儿闲的 没人跟你扯国策了 你心里倒不舒坦是吧 听贺 这是你管的事吧 叫我说啊 让他们忙去 忙完了天下总得回来去 到那时候啊 你别嫌他们闹的 爸 妈 我们回来了 欢送游君 你们这是跑哪儿去了 公州公计 再见 再见 都别伤了 停下 停下 公州公计 带来东西拿下来 公州公计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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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个姑娘啊 公州公计 这满头大汗了 妈 这一天都跑那儿 妈 我跟你说啊 第十二航空队的一批美军 他们要回国了 然后好多人送你知道吗 热闹极了 把人抬到肩膀上 还把进步车也抬到肩膀上呢 好了好了 人闪人海的 疯了 重庆人都疯了 你们俩在哪儿吃的饭呢 饭店里玩玩抬烧饼 烧饼都是不要钱的 人群里有好多要塞给美国人吃的 那哪揣得下呀 我都吃了四个红鸡蛋 我也不认识他们 非得塞给我 我都吃车了我 看你们热的 来来来 行了行了 分够了吧 该收收心了 凡事得有个度 日本人都投降了 高兴高兴不行啊 我说不行了嘛 我是说疯过了头就不好了 百事殆兴啊 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救你是诸葛孔明 给 喝呀 来 慢点慢点 费明啊 费明 给你妈打个电话 让她回来一趟 不像话 两天都不着假了 快去快去 快 还有你 还讽刺我 美国人好 他好 中国的问题 他解决得了吗 建国不到二百年的国家 比这咱还差着五千年呢 好了 你别吵我吼 这不叫丽华 把老董给你叫回来吗 你们俩一边扯就行了吧 你好 找一下杨丽华委员 我是他的儿子 请你转告他一下 让他马上回来 好的 丽华委员 你儿子催你回家 不顶他 就说我不在 林哥 破译出来了 那个延安的地下电台 可急死我了 我试了试 逢二进六 逢三进九 结果啊 真的让我破译出来了 原来他们在横向乱马法 只加了替代关系 全世界情况反应 但是我弄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要把中央机关 崔市长骂娘的粗话 也写在密电上呢 把这个科技内容加密 发给老沐 这对抓住 潜不太延安的秘密电台 特别友好 好 李星啊 这情报有两种 一种是军事情报 另一种是战略情报 这就是战略情报 虽然双方只是来与不来 但事关双方的民心民意 以及各项战略调度 这是第一等的情报 是双方最高统帅的斗智斗勇 讲的第二封电报 已经到了延安了 其居高临下之士一元表 认为他已经抓住了我党的软肋 穷追猛打 还把自己打扮成一只和平天使的模样 得理不饶人哪 李星啊 好好应对 配合中央的战略部署 懂吗 是 把这个电报内容 尽快发给老婆 快点啊 毛泽东给校长 发来了第二封回遍 只此不提自己来遇之事 只提议派周恩来来重庆 意料之中 环谷进城大使者 必将寻找替身为第一要素 想必这周恩来 就是毛泽东的替身 你的说法倒挺新鲜啊 从延安的情报来看 实际不过如此 周恩来常来常往 延安人并不担心 可毛泽东 十年没有跨出过山北一步 延安人也从来没有过过 离开毛泽东的日子 因此 他们有一种集体的恐慌 毛泽东的第二封电报 倒真的透露出怯懦之意 看来校长的这步棋 是非常高明啊 时间透得越久越好 这样我们在西南的重兵 就有时间调往各地战场了 校长深知其道 好 校长已经叫人起草了第三份邀请殿 坚持让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起来重庆 我看啊 用于直白老道 是份好电报 我已经和校长谈了感想 校长让中午就把这电报发往延安 看看他毛泽东 如何回应天下民心 十不过三 有这三颗重磅炸弹 我想天下民心 已尽归重庆了 让我看最新一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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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好了 如果主席来重庆 谈判期间将由邵希同志代理 党中央主席职务 刚刚结束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做的这项人事安排很说明问题啊 看样子主席是真的要来重庆 一招好奇啊 讲的第三封电报已经到了延安了 主席究竟来不来 一切看明天延安给重庆的回电了 牧局长的延安已经锁定了敌特小组 但是没动他们 其秘密电台发送的消息到刚才为止 还在断言主席不会来重庆 让他们先得意吧 不过我们办事处的准备工作 从现在开始就要做起来 明白 主任 这些是明天重庆各大报头版的青样 全都以为座 发往延安的第三封邀请殿 破题发表的社评 您看 都这么说的 全都把压力转向延安 连那些左翼报纸 也都暗含了对延安的失望 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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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重要了 还从未一致地导向过方 是啊 是啊 是得让延安尝一尝 与情沸腾的滋味 知道吗 这为我们情报工作 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 就是在宣传舆论方面 我们早就应该比共产党 还要共产党 通知司机 今天我要回家吃饭 是 丽华 看报纸了没有 又有什么新消息啊 你们的领袖 一切给毛泽东发了三份电报 你就不关心关心 打从第一封电报开始 我就关心 可是现在 我没多少兴趣了 这话从何说起啊 爹 你不在局内 不知道其中的奥妙 请神容易啊 可请来干什么 有谁想过呀 我可知道这些人 一个个粉末登场 痛臣虚情 有谁在研究 把毛泽东请来干什么 没有一点研究 也没有一个人在研究 没有 个个在报纸上 搞那些法律诈述 有什么意思啊 没意思 我劝你也别看了 别替那些 虚头巴脑的人捧场 他也就是 蒙蒙你们这些 不明就里的局外人 没有 主人 负责啊 负责啊 言文 对校长的第三封电报 已经有了反应 有趣 非常有趣 要不 常给校长看一看 也是奇闻共心上 一遇相依稀嘛 来 我念两段给你听一听 直播 蒋介石三次邀我 点 这个风险要冒 圄 足距 顿号 不利 圈 虽然是假戏 逗号 但要假戏真做 续号 不然内战的毛主 就带到了我的头上 斗号 不可能 带到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头上 这样一来 我们就会失掉一些人心 不可能 绝不可能 能谈则谈 斗号 谈不成 斗号 顶多是坐牢 杀头 就目前看 斗号 蒋介石这样做 还有很大困难 末号 一 是我们有解放区 一万万人民 顿号 一百万军队 和二百万民兵做后盾 分号 二 是国统区 觉悟了的人民 是反对内战的 分号 三 是国民党内部 也有一部分人 不赞成内战 或者号 杨主任 主席的话叫完了吗 那边等着呢 马上 什么 毛泽东答应来与他们的电报 已经到了 不可能 绝不可能 前夫小组两个小时间 刚刚发出的密电 绝不可能 我看你那个小组不是一群烦斗 就是被人家掌握了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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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电报已经到了 好处长 你的小组发出的错误信息 已经干扰了 将军的大则 是 maxim 不是 是 总 是 不是 无论 是 它是 让你丢在你油箱里 要不我给您丢过去吧 你想丢就丢吧 反正啊 你丢进来我还得弯腰捡 不值当啊 您老先前可不这样 我还没到呢 您就开门等着了 谢谢 谢谢啊 您老可真有意思 我可说对了 太医 太医 我说对了 主席来重庆的警卫工作 一定要给出细色 不能一味地听从 志同时代安排 听见了吗 这是老经验了 去忙吧吧 我睡一会儿 实在也挺不住了 正在这一代整个他这么醒了 老经验的 老经验自账 很漂亮 直到你丢手 老经验的 大脑 老不胄 老人 老不胄 老大 老花 老不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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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毛泽东就要来重庆了 社会各界备受鼓舞 你怎么一副打败公鸡的模样 那些人知道什么 他们知道什么 禀秀什么态度 他不是再三放下身段 盛情利欧吗 谁知道毛泽东他真的来的 上青寺伪作的侍从史 上下都乱成一团了 谈判的条件根本就没准备好 还以为抓住了人家的长篷 准备要穷追猛的 现在好了 把责任全归到我们情报部门头上 说是我们误导了领袖 在我看来 你们也就是耗子腰底别的把枪 打起猫的主意 谁是猫 谁是耗子 我们现在的国军正规军 有八十六个军 两百四十八个市 近两百万人 总兵力近四百万人 共产党拖半路 夹在一起不足一百万人 双方实力对比太悬殊了 是对等谈判的事吗 说来说去 你们压根就不想谈判 应该叫做归顺 或者叫赵安 你们就抬轿子吧 给领袖灌迷魂汤 总有一天轿子塌了 把领袖砸了 看你们还怎么抬 该抬还得抬 不收集领袖的威望 能压入共产党的势头吗 共产党从来就不是陆林草莽 他们有自己的主意和思想 他们自己有一套对国家 未来的理想和主意 可是你们真心研究过吗 你们从来就没有真心的 想和他们联合政府 请搞一些法律诈述 这样下去 国家能有个好吗 太医 爹 去看看去看看去 是你爹在喊吗 丽华进去了 准是要小便了 他哪弄得了啊 我来我来 听贺 丽华 还是让我来吧 来来来 慢点啊 啊 腿不行了 连床都下不来 怎么搞的 得给他弄负贵账啊 这个事我来办吧 爹说了 让星期天 你和丽卿回来一趟 他好像有话要说 我没问题 可李清呢 我指使不了 还是我来打电话吧 都要干吗 要开家庭会议 为什么非要把我跟李清拽到一块 咱爹可不是一般的老人 他心里清楚着呢 比你我都清楚 这两天 还让我催着老董过来呢 老董还在桂林呢 飞上海了 领袖让他去杭家湖地区 先说日进投降 没差啊 和那些愈合南天的军官相比 总监查还算连接 是毛泽东的先遣人员 应该是吧 不是说不敢来吗 你就住嘴吧 这哪户不开提哪户 连委座都让人晒了 你扯什么大意 李清 你先看着 你先看着 干个漂亮 我也就是个业余的 给你老孟看几天家而已呗 只人怕出名出怕状啊 李清 怎么了 你现在是盛名远镇 你1150的老首长 又惦记上你了 不会吧 你的老政委啊 点了你的将 让你啊 也随他去东北 他不是在山东吗 这日本人垮了 满洲皇帝溥仪被捉住了 苏联红兵也要撤了 江县石通过外交手段 想要独占东北 正将大量精锐部队 用美军的飞机和军舰 通过空中和海上赶运东北 报告 杨主任 请您签个字 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 正从四面八方 赶往关外 铁路不能走 就走大路 大路不能走 就走小路 能先走就先走 能快到就先到 能进去就先进去 日夜兼程 越快越好 总之啊 我们的两条腿 一定要赶上公民党的飞机翅膀 真今儿对卖忙 这老奖的手伸得太长了 哪儿也不许我们去 让我们的部队原地住房 而他们的军队 却从西南方向 全力向所有的大城市赶 你说天下哪有这么霸道的 还不是北伐时候老毛病 只能共患难不能同胜利 跟他打交道啊 就要不发习 李清 中央 经营东北的决心很大 多少将领尚书要求去东北 你小子幸运啊 要老首长罩着 我什么时候出发 去年接毛主席的专机 明天中午起飞 一次专机先赶回延安 加入东北干部团 这个叔叔总 心里真是忐忑不安 主席的安全是最大的事 记住 你们在那边干得越漂亮 主席在重庆 也就越安全 对了 我准备一下 好 清儿 就走那儿 都到齐了 就差一个老董了 还有灵娥 是啊 新媳妇怎么没带来啊 哦 灵娥那儿工作特别忙 抽不开身 爹 都忙啊 都忙啊 你们都忙啊 就我一个闲人 爱管点闲事儿 太医啊 咱修订的那个家铺 备好了吗 备好了 找西陵印射印的 班本太老 没法找到古装的宣纸 只能找明家 这不 西陵印射印的好 价钱也好 费了十块献大洋呢 挺好的 献大事 岂能算消费 祖宗都在上面呢 太医 现在是多少代了 原先入厕的 有二十四代 现在又添了栗子辈 烧带上费明 一共二十六代 在座的都入厕了 还有 你们的姨妈 作为杨廷贺的 去嫌夫人 爷入厕了 这也算是 明归时至吧 太医啊 晚了点 委屈你了 修家谱 是我的主意 来来 我们行个礼 你 孩子们 别 鞠躬 我受不起 我常受不起啊 好了 都坐吧 妈 我 是 郭有正事 民有家谱 家这个字 大得很 家的上头是家族 家族至上是民族 民族至上 那就是苍天了 得知道自己从哪来到哪去 一脉肿气血缘连着 你就是跑到哪儿 也跑不出这本册子 家国家国 无家无国呀 我杨廷贺傲气了一辈子 志家方可及格 治国一无所知 也只能是 重整河山代后生了 靠你们 靠我们杨家的子孙 丽人 你听懂了吗 懂了 爹 清儿 你懂了吗 懂了 爹 妈 这么多年 我没尽得笑到 你俩从来不计较我 今天我得谢谢他们 好了好了 就到此为止吧 太医啊 你把这个家伙给他们人手一策 好 丽人 丽青 都看看啊 祖宗的话都在上头了 太医 扶我回礼屋 来 我来吧 姐 爹 爹 爹 那个腿怎么啦 我问你话呢 爹腿怎么啦 咱爹腿不行了 又赶上田医 哥 我 我把办事处的医生叫来 给 给咱们爹看看吧 行 知道尽孝了 好 你们根本不知道 咱爹真正疼在哪儿 丽青 丽人 你们知道吗 昨天早上 咱爹把我叫到床边去 那个痛苦的样子 跟做遗嘱没什么区别 我问他 说爹 你想说什么呀 爹说 下不了床了 我说 爹也下不了 爹请就好了 爹跟我说 别安慰我了 爹 早晚有这么一天 就要撒烧人寰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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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兄弟俩这样势不两立 血海深仇 这样下去 我无法去见祖宗啊 爹 您想让我这么做 孩子 记住 强者和弱者是无法相处的 强者不愿意看到弱者不服 所以这架呀总得打下去 你们共产党 若能再强一些就好了 爹 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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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我来吧 恐怕得分开一段时间 你得照顾好自己啊 值班要是晚了 得吃点东西垫垫垫 兜里就最好是揣两块糖 血糖滴了顶一顶 你这样蹲着站起来别太猛 会昏厥的 我知道了 你自己也注意点 好 也许 分开一段时间 对咱们俩都有好处吧 各自想一想 凌鲁哥 委屈你了 我知道 其实你也不好受 慢慢想吧 不管你想多久 我都会等你 李青 看看啊 这还没产品够呢 知足吧 李青 林哥 你这个做老婆子 一会儿得去送送去啊 这一会儿得去电台值班呢 那去向你送吧 那些大老媒啊 就是你 你不去啊 还挣不着登机呢 知道了 走 你到了 走吧 走走走 Tom 有些联系的祝福 我把这些祝福放在这里 我放在这里 好吗 别忘了给他祝福的祝福 谢谢先生 你知道什么 他们叫你 在船船号号号号吗 我不知道 是聖誕的祝福 你知道他们都在中国 看到 李多人不怪 李多人不怪 这就是 没有人会批评 有太多账 对 曲强 我怎么觉得 你一说英文 就满脸阳光呢 为什么 是吗 每一种语言都有他自己 不同的表情 感受也不一样吗 那以后咱们俩改说英文吧 好 我教你 还是说中文的好 我对英文没感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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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下人啊 来 来 给他小子 同在女子小子 来 喝酒 同在女子小子 来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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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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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来了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走啊 走走走走 老远看着就像你 果然就是你啊 刚才我一看啊 远处于一人 还冻得猪肉哆嗦的了 我一看啊 就是老杨啊 这走进一看就是你 老师来了 靠边靠边 给老师让个地儿 来来来 来来来 老黄也在哪 老师 老师坐坐坐 来 吃点吃点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老黄老料都到了 来来来 不光我们 这儿啊 哪儿的都有 好 这是山东的 晋东的 这是晋察记的 晋鲁玉的 这是太行的 太原的 华中的 都来了 全到东北了 高手如临 强将毕制 兵临城下 屁 乱得跟鸡窝一样 这将不识兵 兵不识将 部队翻号乱七八糟 你看看你看看 这带了枪的 还有空着手的 这部队是太行的 这回关是纪如玉的 正这部是纪东的 司令部是山东的 怎么弄啊 这是 这怎么又回事 怎么一回事 这助手沈阳的那些苏军 原来答应我们 把搅和日本人的枪针弹药给我们 说得好听没对信 我那兵啊 三个人一致枪 我就找司令员去了 我说这事再解决不了 我可带人去抢了啊 你老廖啊 还有告状的地儿 我呢 我的部队遇到了七五国 无地方 无群众 无政权 无后方 无粮食 无经费 无鞋袜衣服 一无所有 国民党军到哪儿了 人家国民党军 集结了七万多人 都是精锐之师 有杜一鸣统领 人现在都大伤害光了 那就是说我两个老对手 我都到了 在黑暗与黎明之间 你来不及道别 只留下不少的泪光 思念到烛光 思念到烛光 点燃了星空 隐红的烛泪 混落在历史面包 我要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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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自由 像光明的天空飞翔 哪怕倒下最后的笑容 也会在飞 也会在岁月的山河中 也会在岁月的山河中 绽放 我要飞 我要飞 像自由像光明的天空飞翔 为什么我们总是热泪惊慌 因为我们的血位足够流淌 因为我们的血位足够流淌 位足够流淌